第二章 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想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排除干扰 人类最伟大也最重视的大脑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在人类向更高精神意识文明 签阅的过程中 大脑反而成为阻碍人类签阅的障碍 大脑意识所产生的各种心念的干扰 就像是投影镜头上无数的灰尘 令人无法看清 投影到内在目布的画面与信息 这些心念的干扰 就像一群麻雀成天在人们内心积极喳喳叫 使人难以静心去潜入更深的意识空间 我们要想更进一步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需要勇敢穿越这份心念干扰的荆棘之地 踏过这片荆棘 将会是鲜花遍地分芳迷人的新之花园 如何跨越这片荆棘之地呢 我们通过修行并不是要消灭这些声音 其实想要彻底消灭心念意识的干扰 是非常徒劳的 因为它就像空气中的灰尘 夜幕中的繁星一样 数不胜数 层出不穷 所以消灭它不是最好的办法 穿越它才是正心大道 如何穿越呢 当我们自身携带了更高频率的能量 光芒 便可以将这些意识的干扰 瞬间消融淹没 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状态 心念的干扰不会减少 但是在更高频率的能量中 它们会慢慢减弱 被边缘化 最后直至融入整片能量海之中 这是一股融合的能量 并非对抗的能量 所以 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 也是如出一辙 十二次元的能量 就如同高频的能量之光 能够将三次元 普通地球人类的能量 完全地包容 融合 直至交融在一起 形成合一的状态 这是一种相融相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共生状态 并非是将三次元的能量 完全舍弃 或者消除 心意识的干扰 也是我们能量的一部分 更是修行非常重要的资源与对境 可以说 如果没有它们 天人合一的状态 将无法抵达 因此 修行的重心 不应该放在如何对抗 消除这些负面的能量 而是培育 并升起更多 充满爱 温暖 光明的能量 将其完全接纳 包容 天人合一 天与人 本就是一体 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分离 疏远 隔离 而这回归 融入 合一的过程 便是三次元地球人类 修行的道路 也许 你并不知道 人 为什么要修行 但是 每一颗散落在 三次元地球的灵魂深处 都有一股 莫名的 想要与源头能量 融合的潜动力 当这股潜动力 被发掘 并激活启动之后 人们开始踏上 觉醒之路 并深刻明了 修行 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人类想要发展 除了物质世界的 科技文明之外 同样需要 精神意识的突破 经年累月的 培育能量 直至能量之海 具备了包容万物的能力 天人合一的状态 便会水到渠成一般地 达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